欢迎讨论ITMD Guide Tutorial,我是 Kevin 我们接下来讨论这个gifhprong 还有这个prong tag 首先我们现在再来到user3的位置 我们现在是在user3的位置 然后我们也打开user3的这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在右手边的确也是在user3的位置 我先clear一下 然后我们要在user3的这个位置 我们要执行的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要执行的是prong tag prong tag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要先删除掉 这是我们user3的这个收取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要删除掉的是 local tag1.0 1.0.0这个tag 那我们这个local tag是怎么一回事呢 你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这个doggif tag底下 这边有1.0.0 1.0.1 那我们先执行这个giftagd 它会删除掉我们的local的tag1.0.0 我们删除掉之后呢 我们可以透过收据来看 对不起 透过这个地方来看 我们在giftag上面呢 还是有1.0.0这个tag 只是我们在local端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local端已经没有1.0.0这个tag 然后同时我们在这个资料夹底下已经没有1.0.0这个tag 它已经 确确实实被我们删除掉了 OK 然后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gifobject 在我们的gifobject里面呢 还是一样只有这4个 这4个东西 这4个object 这4个object呢 相当于是我们图片中的 这3个 跟这一个 总共就这4个 然后那我们现在呢 删除掉本地的 这个lightweight tag 我们删除掉本地的lightweight tag了 就是在这里 那我们先要删除掉 这个 本地的 这个annote tag 就是一样也是打它的annote tag的名字 好那我们这一次删除了 也是删除了 那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就没有tag了 那在售讯里面呢 你也看到它就没有tag了 它就没有tag了 OK 但是我们在 这个 我们在giftag上面 还是可以看到 在这里还是有两个remote tag OK所以我们只是删除掉我们local端的 好那我们删除掉我们local端的 记不记得刚才 在这张图底下 这张图其实是有update的吧 这张图底下 它有一个175F什么东西的这个gif object 那你可以看到 其实它的这个gif object呢 它还是存在的 它还是存在的 好 所以呢 它就变成像 现在变成像这个样子 OK 就是 它什么reference都没有 我把这里面的东西update一下 所以 它现在这个东西呢 它这个object呢 它还在 但是我们已经把它的reference都删掉了 把它的reference都删掉了 但是这个object它其实还在 你不相信的话 你就来跑跑看这一个 你可以看 它呢 还是一个taggif object 然后那 如果你要看它的 里面的内容的话 它一样是可以看得到 里面的内容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还存在嘛 它只是变成一个 daggling object 它只是变成一个 daggling object daggling tag daggling tag 所以这个东西呢 说真的 你应该把它清除掉 我可以 我应该把这个东西 直接删除掉了 应该把这个东西 直接删除掉 但是呢 但是这种东西 其实就是你 那个referferry用的越久 你就会累积越来越多 这种daggling tag 所以你每删除掉一个 anode tag 它都会产生 一个这样的 一个daggling的object 好 所以我们的确就删除掉它了 只是我们 远端的都还在 远端在 github上面 你还可以看到 这两个remote tag 都还在 我refresh了哦 然后在这个get object里面 你还是可以看得到这个tag object 所以你现在的图形 已经是 现在的图形已经是这个 49-10这个图形了 OK 好 那我们现在呢 这边搞定之后 这边搞定之后 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要删除掉 remote tag 我们先删除掉 这个1.0.0这个remote tag 好 那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refresh一下 那你就可以看到 有一个tag它就被删除了 那你当然也可以执行 这个再删除掉第二个tag 但是呢 我们可不可以直接 从github上面去执行 我们来看一下 诶 这边有个delete啊 我也可以直接按delete 所以现在没有tag了 现在没有tag了 OK 所以呢 我们可以透过github 直接来执行 删除掉tag的这个动作 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gith指令呢 来删除掉这个动作 那请问老师啊 那我们还要不要学 这样的一个指令 答案是要学 因为呢 你今天如果你的githserver是github 或是你的githserver 可能是agile devops service 或是你的githserver是bucket的话 诶 那它的使用界面就不一样了 那你现在不管 使用什么样的使用界面 你只要执行这个指令 你就100% 一定可以删除掉你的remote tag 100%一定可以删除掉你的remote tag 同样一个指令 不管你的githserver是github github bucket 还是agile devopservice 你都可以删除掉 所以呢 这边就是它的重点 OK 好 然后 这边我再问你一件事情 比如说像 我现在在建立一个新的tag 我随便建立 我要建立一个lightwaytag 好 好 那我现在push这个tag 之前有说嘛 不要用这个嘛 对不对 那我要push它 我push到origin 所以我这样push上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又有一个新的tag 对不对 那我现在呢 再把它删除掉 它会说 Do you want to delete the tag 然后 或者是 Remove on remote 你按下OK之后 所以我们本地端的这个tag 被删除了 我们远端的这个tag 它也被删除了 它也被删除了 所以呢 你可以直接使用 soul tree 来做这个 delete调的动作 这样子的话 这些指定都不用记了 你可以建立tag delete tag 都是用soul tree来做 好 然后 你用soul tree来做的话 你可以 比如说我要建立一个tag 这是那位tag 没有这个的话 就是anode tag 只是这边要打 它的这个tag message 这边要打 它的tag message 然后这边则是打 像这样子 然后它的tag message在这边 就这样子而已 这个也就是建立tag 那push tag 就是这边按右键 然后push上去 千万不要使用 这个地方的这个 千万不要勾这个东西 不要勾它 因为 所以刚才有说嘛 你如果今天有两个 有两个manager 那managerA 已经整 managerA在整理tag 它把某些tag删除掉之后 managerB 用使用这个指定 把它push上去 哦 真的会吐血 真的会吐血 所以呢 好 强烈建议你 不要用这个指定 ok 好 那我们这边呢 就删除掉 远端的tag了 好 然后那 呃 这边其实也不用跑 这边就是 只是跟你证明说 我们的lightweight tag呢 是100%完全被删除了 可是我们这个tag object呢 它还是存放在 我们的doggit object底下 所以现在就是变成这张图 我们来看一下 原本是这张图啦 这张图原本是有两个标 两个东西 一个是1.0.1 指向这个tag message 指向这个tag object 然后这个tag object 再指向这个commit object 然后那再来是轻量标签 这个reference 指向这个commit object 现在变成什么样呢 现在就是它的reference都不见了 这个被删除了 这个被删除了 然后现在就只剩它 它就孤零零的在这个 doggit object底下 没有任何的reference 所以它就变成一个tagling object 所以它其实是可以直接把它删掉了 但是这样删很危险 我再把它拿回来 所以这样删很危险啦 所以我们还是继续往下看 这边就只是证明说 东西都被拿掉了 然后东西都被清空了 就是在GitHub上面 的确也都被清理干净了 在GitHub上面也被清理干净了 那这边只有一个branch 好 那也就说我们现在成功的 在user3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把两个tag都删除掉了 那我们现在在user2这边 你还是可以看到这两个tag 可是呢 我们在GitHub上面 已经没有tag了 这两个tag都被删除了 好 那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现在有两个manager managerA 它在整理tag 它把某一些tag删除掉 然后managerB 就铁憨憨 它在这边按push 然后这个有打勾 哇 那这些tag又回去了 所以呢 唉 永远不要按这个东西 那现在要怎么办 OK 我是 我的managerA 跟他底下的部下 包括我 说 我刚才删除掉某一些tag了 所以你们现在要执行 这个pranch tag 那执行pranch tag 要怎么执行呢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先把03这个关掉 我们来到 user2号 然后把user2号的gitbatch打开 然后收区也打开user2号 user3号可以关掉了 好 那现在这边还有两个tag 可是在GitHub上面 这两个tag已经不见了 OK 所以我们现在要执行的就是fetchpranch 这里 先给你看gitlog 好 在gitlog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这两个tag 那 如果我今天直接执行gitfetch的话 直接执行gitfetch的话 OK 我就算执行100遍 那我的这一个 这两个tag 也不会被删掉 OK 所以我现在呢 要执行的是gitfetchpranch 还有pranchtag 好 那这边要跟你讲一件事情 讲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pranchtag呢 它如果只是 单独的使用pranchtag的话 它是没有作用的 单独的使用pranchtag OK 它是没有作用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tag都还在 所以你必须要执行的是pranch 还有pranchtag 它就会执行 它就会删除掉所有的branch 删除掉所有多余的branch 这是删除掉所有多余的tag 所以要执行的是这个指令 我执行完这个指令之后 它就删除掉了 我们本地端的这两个tag 那你再看一次 这两个tag就不见了 在收据里面 你可以refresh一下 tag就不见了 然后那你同时可以去 抖gitreference tag底下 就看不到所有的tag 可是呢 它跟user3号一样 在gitoption里面 一样有17 这样子的一个卡密 这个17的这个卡密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tag 那你不信的话 你可以来执行这个 你看这个 都还在 17开头的这个gitoption里面 它都还在 就是它 所以它其实就是被鼓励了 它就是变成一个 悬空的一个物件 悬空物件就是没有reference的物件 它就没有任何的reference了 那我们这边呢 这个prime tag就讲到这边 应该就没有多余的 大概就这样子而已 好 那我们整个 giveHprime giveHprime tag 就讲到这里 OK I hope you enjoy my tutorial Have a good day